今天来教给大家一个到家的按摩养生方法 就是拍打八虚 这八指的是人的两肘、两叶、两臂、两锅 通过拍打这八个地方 可以将体内的毒素废弃排出体外 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 首先我们五指并拢成空心掌 在关节部位适度有力的扣拍 每个地方拍打八十一下 如果拍出沙来就说明 这个地方有邪气和毒素 首先我们来拍打两肘窝 来拍散心肺邪气病气 古人认为心肺之邪流于两肘 肘窝部位刚好是心筋、心包筋、肺筋 三条硬筋通过的地方 如果这三条筋的气血一旦受阻 无形中就会伤害到心脏与肺 引发这两个脏气的疾病 然后拍打两叶 肝有鞋则聚于两叶 叶窝下面有一个解育大血 叫做极拳血 拍打极拳血可以令人快速的平静下来 舒缓气质血瘀 然后就是拍打两臂 两臂就是大腿内侧 与小腹交接处的腹骨钩的部位 拍打两臂不仅有健脾的作用 还能对腹科有很好的保健 可以调理月经不调痛经 双脚冰凉的作用 最后就是拍打两锅 肾有邪流于两锅 每天坚持拍打两锅 就能缓解腰背疼痛及坐骨神经 同时还可以起到补肾养肾的作用 还有就是每天可以拉拉筋 俗话说筋长一寸 严寿十年 像这样身体向下压 尽量让手碰到脚面 你就会感受到脚后跟这条筋被拉开了 正确的拉筋可以使身体的血液流畅 从而促进人体健康长寿 最后还有一个按摩方法 就是浴面梳头 可以先将双手搓热 然后双手放在脸上上下搓动 搓49下 这样可以使脸上的气血通畅 温热肌肤 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然后把双手当成梳子 从头顶开始一直梳到脑后跟 同样49下 我们的头部也有很多的穴位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按摩梳通的作用 再搓搓耳朵 两肾开翘于耳 搓耳朵可以补肾雾羊 最后将双手搓热 放到后背两肾的位置 搓热双肾 同样是搓49下 搓完之后 双手在这个地方捂一下 这样同样是起到补肾伸羊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